你们其实可以在做什么样的变化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针对这个运算值 做加减乘除除除还有百分比的变化 顺便练习一下基本语法 这个基本语法的相关资料 你们可以参考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底下 你把它卷动一下 应该会是在这一个第二个单元 基本语法的第三页的地方 这边有个叫做算数运算值 也就是说你将来你可以用加减乘除 那底下这三个可能对各位来说比较陌生 不过其实也不难 百分比的话是求余数 这个求余数还蛮重要 因为其实城市里面还蛮多 会需要用到求余数这件事情 比如说这边有个案例 这个32除以5 不不不跟你讲 就是百分比较5的话呢 那得到的结果会是多少 你明白吗 得到2为什么 因为除完整除的是3 剩下2嘛 所以余数的话 那就算是2 那这个除除的话 就是什么 除完之后的整数 也就是说呢 它可能6点多了 但是6点多 它不要点多了 不过其实除除这个我用的还蛮少 为什么其实你外面可以包个int也可以的啊 有没有 int其实也可以求整数嘛 int就是int 就是意思说舍弃掉小数点的部分也是可以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个除除好像比较少用 但是你知道除除就是求余数 就是它后面小数点会舍弃掉 另外的话呢 还有这个 两个乘号 两个乘号特别注意哦 就是7乘乘2的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什么 7的平方 OK 这条同学说 老师那7乘乘乘2的话 是不是立方吗 没有 没有这种东西 OK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自己 突发奇想 异想天开 想说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没有 因为这规则就是人家定好的 那除非说它有一些新的规范 否则你就是要follow人家的规范 OK 其实这个就是规则 没办法变的 那其他的话 像这个关系 这等一下再看 所以算数运算子 你可以针对什么 针对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把这一个运算子符号 给它做个变化 甚至你也可以针对这个数字 做个变化 OK 然后呢 去改变一下 然后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假如说呢 我希望 把刚刚的这个输出结果 本来你会按执行 它会输出结果 但你会发现 你慢慢习惯 它其他的上面的这 这些两行东西 这不是重点 最重要是这个东西 它就把这个的结果 print到这里 但它有时候会print 会这些东西出来 你先不要管它 反正重点就下面这个东西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在这个8的前面 再加一个叙述 比如说加总结果 或者干脆加总冒号算了 加总冒号 有没有 然后8放在后面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说 你的这个变数 前面需要一个叙述 所以一串文字 那文字的话 你可以用双引号 然后串接加号就可以 前面的话你可以打一个加总 这样加总冒号 把它缩小一点 文字字太大了 OK好 那特别注意 奇怪 刚刚应该是那个新读音 Enter 再Enter一下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逻辑基本上 这样的逻辑应该可以懂吧 这个加号意思是说 我把前面这个文字 跟这个后面的数字 串在一起之后再一起print 所以加总冒号就8 但是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会有一个错误发生 什么错误发生呢 你会发现 执行完之后的话 各位请注意看一下 以后如果说你程式会有bug的话 我再这样一下 这边会出现什么呢 慢慢各位要习惯 程式 难免会出错 所以你慢慢要习惯 python 它会告诉你错在哪里 所以慢慢你要习惯 错没关系 但是你要看懂哪里错 OK 它已经告诉你了 它说错的地方在哪里 叫做type type就是形态 就是资料形态 l的话就错误 typel就是 形态错了 形态错 哪里有形态错 它后面还会跟你叙述一下 它说呢 能够把两个这个串接在一起 这个是串接 strin strin就是文字 nots int 意思是说 如果我要把两个文字串在一起的话呢 那一定要是两个文字 不能够一个文字加一个数字 OK 所以应该可以知道哪里错了吧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形态是什么 数字嘛 前面是文字嘛 文字加数字 不行 所以怎么办 你必须要把后面这个转型 特别是哦 所以再来的话 你慢慢习惯 在那个python里面还要再学 如何做转型 那转型的话 不外乎就是把数字转文字 文字转数字 OK 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个 ns 转换成文字的话 很简单 请你在外面包一个 叫做 str的一个 一个函数 然后把它包起来 有点像VBA 有点像Excel的那个函数 这个 然后记得前刮虎后刮虎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说呢 它里面本来是放一个数字8 那为了要跟前面串 所以加上这个之后 它就把它变成 本来是数字8 然后把它转换成文字8 才能够跟前面串在一起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我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同样的程式 如果你把它写VBA的话 VBA 不用转型 也可以过 OK 所以 如果你这个程式写在VBA里面 不转型 它一样帮你 串在一起 但是 Python 一定要转型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表示说 其实有时候写VBA写习惯 你在写发现 常常忘了转型 OK 大概这样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如果我把加总结果 print出去的话 那就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结果就OK了 加总冒号8 它就不会出现 这个TypeL的一个错误讯息了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最后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我 所以刚刚重点就是 第一个 你要加一个文字在前面的话 一定要一个文字 然后串接 后面一定要把它转成文字之后才能串接 你不能够给它非文字资料 这第一个 顺便讲一下 第二个是说 在Python里面 文字符号 除了可以用双引号之外 也可以用单引号 OK 你不能说一边单一边双不行 OK 那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我个人习惯 我都用双引号 为什么 因为我其他的语言都用双引号 如果只有这边用单引号 我会写错 或者是我要再重新适应一个新的 所以干脆我全部用双引号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结果存档 因为将来这个模组你写完了 下来就存档 存的话我们干脆存在C底下好了 因为这边C底下不会还原 如果你假设你在那种会还原电脑 就不要存C 你就存D 存档的方式就是一样 除存 跟各位讲一下 它存档的话我们干脆就存在C底下的根目路 我是建议就是说你在C底下 先建一个资料夹 然后把它全部丢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比如说我这边C底下 那我再建一个资料夹 我就按右键新增资料夹 按右键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明天叫什么 它叫这个底线 我习惯加个underlight 为什么它会排在前面 然后叫python 干脆2021好了 这样OK 比如我给它一个这个资料夹 然后以后的话 我把所有的程式都放这里 打开 然后这个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 也许叫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也许叫ns好了 点py OK 把它储存 好 这样就OK 以后如果你要开档的话 把这个关闭 然后如果你要开的话 开启 然后你会发现 在我们的C底底下 就会有我们的这个目录 我就放这里 你再把这个ans.py 打开来 就可以继续编辑 不过它这个大小 可能再把它调一下 这样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请你在那个计算的结果 前面再加一个字串 OK 然后第二个的话 试着就是在那个ns前面做转型 转型 然后 然后 当然你可以先 在做练习之后 可以 那个先不做转型 没关系 你先试试看 那个typeL的错误讯息 会跳出来 你大概也要习惯一下 因为 其实将来 一定会经常 跳出那个bug的错误讯息 如果以后你假设 那个bug的错误讯 你都看得懂的话 那以后你就可以马上知道错在哪 马上就可以把那个问题解决掉 OK 那最后的话就是把它存档起来 我是建议就把它存在 我们电脑里面 你就建一个资料夹 以后就固定放那个资料夹里面 那可以把它存起来 然后以后可以把它开档 OK 试试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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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